第十章 欺软 怕硬 第一部分 我们已经研究了相同物种的生存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 亲代的 两性的 以及攻击性的等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过 在动物的相互作用中 似乎还有另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方面 它们显然并未包括在上述三种范围内 许多动物具有的群居习性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鸟 昆虫 鱼 鲸鱼 乃至生活在平原上的哺乳动物 活动时总是集群而出 觅食时一般也成群皆对 浩浩荡荡 这些动物集体中的成员通常属于同一物种 也有例外情况 斑马和脚马就经常混在一起活动 人们有时也可以看到不同物种的鸟类聚集成群 动物的群居生活可以为一个自私个体带来许多好处 这里我们不准备逐一落力 只讨论几个但有启发性的例子 同时我们还要重新讨论以前那些明显的利他行为的例子 其中必然要涉及到对群居昆虫的讨论 事实上 如果避尔不谈群居昆虫 对动物利他行为的论述就不可能全面 最后 本章诸多内容中将涉及相互利他行为这个重要概念 即鱼人方便 自己方便原则 动物群居在一起肯定是因为他们的基因 从群居生活的交往中得到的好处多一些 而付出的代价少一些 猎狗成群猎食时能够捕捉到比他们单独活动时大得多的野兽 虽然捉到野兽后要分食 但是对于参加集体狩猎的每一个自私个体来说 还是值得的 某些蜘蛛齐心协力 制造一张巨大的公共蜘蛛网 大概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为了取暖 地企鹅紧紧地拥挤在一起 相互拥挤在一起后 每一只地企鹅暴露在外的身体 要比自己独处时小得多 鱼群在水中游溢时 如果一条跟在另外一条后面 同时保持一定的倾斜度 可以从前面一条鱼所积起的湍流中 获得流体力学方面的好处 这可能就是鱼群成群结队一起游的一方面的理由 怎样利用空气的湍流来减轻空气阻力 也是自行车运动员所必须熟悉的一种窍门 鸟类在飞翔时组成V字形 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由于飞在最前头的一只鸟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这些鸟类大概都要尽量避免担任这个角色 很可能他们轮流担任这个非自愿的领衡员 这是一种延迟的相互利他行为 这种形式的利他行为以后再加以论述 群居生活可能带来的好处 很多情况下与避免被捕食吃掉有关 汉米尔顿在一篇题为 《自私受群的几何学论文》里 精辟地提出了一个理论 为了不致引起误会 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的自私兽群 是指由自私个体组成了兽群 我们再从一个简单的模式说起 模式虽然是抽象的 但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的可观世界 设想有一群动物正受到一只捕食者的追捕 最靠近捕食者的那只动物往往是最先受到攻击的 对捕食者来说这种策略是合理的 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精力 但是对成为猎物的动物而言 这种策略却出现一种有趣的后果 即这一群争相逃命的动物 每一只都力图避免处于最靠近捕食者的位置 如果动物们老远就发现了捕食者 它们只要逃走就行了 即使捕食者悄悄地突然出现 如隐藏在茂密草丛中的猛兽那样 每一只动物还是随机应变 尽量避免处于最接近捕食者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每一只被追捕的动物周围 都有一个危险区域 在此区域内 从任意一点到这只动物的距离 都小于从该点到其他任何一只动物的距离 比如说如果一群被追逐的动物 在移动时形成一个规则的几何图形 彼此之间有一定的间隔 那么每一只动物的危险区域 大体上是个六边形 如果捕食者正好潜伏在 生物个体A的六角形危险区域内 生物个体A就会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 处于兽群边缘上的生物个体 特别容易受到攻击 因为它们的危险区域相对的说 不是一个小小的六角形 而是有一个开口端 开口端外一片广阔的地域 都是它们的危险地的 显然 一个头脑清醒的生物个体 总会尽量缩小其危险区域 尤其是尽力避免处于兽群的边缘位置 如果它发觉自己已经处于边缘位置 它会立即采取行动 向中心地区移动 遗憾的是 群体边缘上从得有人 每一个生物个体都希望这个人 最好不是自己 因此一群动物在前进时 处于边缘的生物个体 不停地往中心移动 假如这是一群松散杂乱的动物 这种向群体中心移动的倾向 很快就会使动物们挤成一团 即使我们的动物模式 开始时没有任何巨龙的倾向 被追捕的动物们 开始时也是随意分散的 但自私的动机 将会促使每一个生物个体 试图把自己挤进其他个体中间 以缩小自己的危险区域 这样动物拥挤的集群 迅疾形成 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稠密不堪 在实际生活中 动物的这种巨龙倾向 显然受到各种阻力的限制 否则的话 这些动物就要乱做一团 彼此弄得筋疲力尽 可是这个模式还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它说明了 即使是一些极其简单的假说 也可以导致动物倾向于巨龙的结论 有人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式 这些模式虽然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但是汉密尔顿提出的这个比较简单的模式 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其价值 后者有助于我们 研究动物为什么聚拢在一起的现象 在自私的授群模式中 动物本身并不容许存在合作性的相互作用 这里没有任何利他的行为 有的只是每一个生物个体为了私利而相互利用 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生物个体似乎积极地为保护群里的伙伴们 免遭捕食者袭击而努力 这里让人们不禁想起了鸟类的警叫声 这种警叫声能够使其他生物个体听到逃命 确实发挥了警告的作用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鸟类发出警报是想引火烧身 它的行动仅仅是让伙伴们知道出现了敌人 也就是向他们报警 初看起来 动物的这种行为本身似乎是纯粹的利他性的 因为他的客观效果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了报警者的身上 我们可以根据马勒发现的一个事实做出间接的推论 鸟类的这种警叫声似乎具有某种理想的物理特性 即捕食者往往难以发现叫声来自何方 如果让一位升学工程师设计一种捕食者 难以追踪的声音 这种声音很可能和许多会唱歌的小鸟的天然警叫声相似 在自然界里 这种警叫声的形成肯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我们知道这些意味着很多生物个体 因为他们的警叫声不够完美而丧失了性命 因此动物发出警叫声似乎总是危险的 自私基因的理论需要说明动物为什么发出警叫声 一定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好处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危险 事实上这个说明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在过去不断有人指出在达尔文的学说里 鸟类的警叫声是难以理解的 结果人们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而挖空心思 虚构各种理由几乎成为人们的一种游戏 最终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如此众多的研制成理的解释 却莫衷一世 很显然 如果鸟群中的有些生物个体是近亲 促使鸟发出警叫声的基因 在基因库中准能兴旺起来 因为得救的一些鸟类 拥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鸟类发出警叫声后 由于引来了捕食者而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如果你认为这种近亲选择的概念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还有其他理论可供你选择 一个为伙伴报警的生物个体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私利 崔福斯为此提出五种颇有见地的想法 我们倒觉得我们自己的两种想法 更能使人心虐诚服 其中第一个想法可以称之为开尾理论 Cave源自拉丁文当心的意思 在今天小学生们看见老师走近时 还常用这个暗号来警告其他吵闹的学生 这一理论十分适用于采取伪装策略的鸟类 这些鸟在面临危险时 一动不动地敦覆在矮树丛里 假设有一群这样的鸟类在田野上觅食 这时一只老鹰在远处飞过 老鹰还没有发现鸟群 若发现时它就会俯冲而下发动攻击 如果鸟群中的一只小鸟首先发现这只老鹰 而其余的鸟都还没有发现 这只眼尖的小鸟本来可以马上蹲下来不动 躲在草丛里 但这样做对它并无好处 因为它的伙伴还在周围活动 既触目又喧闹 它们当中任何一只都能引起老鹰的注意 那时整个鸟群都要陷入危险的境地 从纯粹自私的动机出发 这只发现老鹰的小鸟 应当立即对它的同伴发出支撒的警告声 让它们马上安静下来 以减少它们无意中 把老鹰引到它们自己附近的可能性 对这只小鸟而言 这是它能采取的最好的策略 第二个想法 可称之为绝对不要离群的理论 这个理论适用于那些 看见捕食者走近时 马上飞到树上的鸟来 设想 一群正在觅食的鸟群中 有一只小鸟 首先发现了一个捕食者 它应该怎样行动呢 它可以只自顾自地飞走 并不警告其他的伙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就要成为一个不合群的动物 成为鸟群中的一个 那么惹人注目的独特的一员 老鹰 喜欢攻击鸟群的鸟子 这是很多人皆知的事实 即使老鹰没有这样做 我们根据推理 可以提出很多理由说明 动物脱离队伍 可能是一种自杀性的策略 如果它的伙伴 最终还是跟它飞走了 但是第一个飞离地面的小鸟 免不了暂时地扩大了它自己的危险区 不管汉密尔顿的有关理论是否正确 生活在鸟群的集体中 总有一些重要的有利条件 否则鸟类是不会过集体生活的 不论这些有利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飞出鸟群的小鸟 至少要部分地丧失这些有利条件 如果这只遵纪守法的小鸟 不善理队伍 那它又该怎样呢 或许它应该依靠鸟类集体力量 所能提供的保护 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活动 这样风险毕竟还是太大 没有任何遮盖 是很容易遭到其他动物袭击的 总不比在树上会安全得多 飞到树上确实是上上侧 但是这个小鸟感到 务必使伙伴们采取一致的行动 只有这样 它才不至于成为一只 脱离鸟群的孤单的小鸟 不至因此丧失 集体为它提供的有利条件 同时又能够得到 飞到树上躲起来的好处 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 鸟类面临危险时发出警叫声 所得到的是纯粹的自私利益 查诺夫和克雷布斯提出过相似的理论 他们直极了当地使用了操纵一词 来描绘这只发出叫声的小鸟 对其他小鸟施加的影响 这种行为已经远远不是纯粹的 无私的利他行为了 从表面上看 以上种种解释 好像与事实有矛盾 小鸟发出警叫声 会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事实上 这里并无矛盾的地方 如果一只小鸟发现捕食者不报警 反而会使它自己面临更大的危险 有些生物个体 引发出警叫声 死掉了 尤其是容易暴露生源所在地的那些小鸟 其他一些小鸟个体 也会因为没有报警 而死去 为什么鸟类在面临危险时 会发出警叫声 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 开尾理论和绝不要离群的理论 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 人们或许要问 那些跳跃的汤姆森邓灵 又该做何解释呢 我们在第一章里 曾经提到这种现象 邓灵的这种 显然是利他性的自杀行为 让人感动 为此 阿德雷断言 只有运用群体选择理论 才能解释 这一问题 向生物的自私基因理论 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 鸟类的警告声是有效的 且它们发出信号时 总是小心翼翼 尽力避免暴露自己意图的话 那么邓灵的跳跃 却不是这样 它们故作姿态 甚至达到了惹人恼怒的程度 看起来 邓灵是诚心想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有时 他简直像是在戏弄这只捕食者 邓灵跳跃的这种现象 导致一个既是饶有兴趣 又是十分大胆的理论 斯麦斯最初提出这个理论的框架 最后赋予逻辑化 并做出发现的 则无疑是扎哈韦 我们应该阐明扎哈韦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关键就是 邓灵的跳跃行为 绝对不是发给其他邓灵的信号 其实 它是在做给捕食者看的 当然 其他的邓灵也看到了这种跳跃 而且它也影响了群体的行为 这是应该附加发生的后果 邓灵的这种跳跃行为 之所以被自然选择 主要是作为发给捕食者的信号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 你看 我能跳得多么高 显然 我是一只健壮有力的邓灵 你是抓不到我的 还是放聪明一些吧 去抓我的伙伴们吧 它们有的没有我跳得这么高 用并非拟人化的语言来讲 就是促使个体邓灵跳得高 而又引人注目的基因 不大可能被捕食者吃掉 因为捕食者往往挑选 那些看起来容易捕获的动物 很多哺乳类的捕食者 尤其喜欢追捕年老体弱的动物 一个猛劲跃起的动物 就是在以夸耀的方式 显示她的年轻力壮 解除这个理论 完全可以看到 邓灵的这种夸耀行为 绝非是利他性的 我们只能说 这种行为也是自私性的 因为它的目的在于 告诉捕食者 他们应该去追逐其他的动物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就如同是一场跳高比赛 看谁跳得最高 失败者就是捕食者选中的目标 第十章 欺软怕硬 第二部分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另一个例子 就是蜜蜂的自杀行为 它们在遮刺透蜜者时 几乎可以肯定要为此献出生命 蜜蜂是一种群居性很高的昆虫 其他还有蜂蜂 蚂蚁和白蚁 我们要探讨的对象 是一般的群居昆虫 不仅仅是蜜蜂的赶死队 对于群居昆虫的业绩 人们是有口皆碑的 尤其是 它们那些令人惊讶的 相互密切配合的行动 以及明显的利他行为 更让人吃惊 那种完全属于自杀性的遮刺使命 充分体现了它们 自我克制的奇迹 在一种人称风蚁的群群中 有一种工蚁 不做其他工作 整天掉在槽顶上 一动也不动 它们的腹部隆起 大的惊人 像个电灯泡 里面塞满食物 它们的胃就是别人的粮仓 其他工蚁则把它们 当作是食品枯 在我们人类看来 这种工蚁不再是 作为生物个体而存在 它们的个性 显然是为了集体利益 而受到抑制 蚂蚁 蜜蜂 或白蚁的群居生活 体现了一种 更高水平的生物个性 所有的食物 都是按照 极其严格的标准分配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 它们 共同拥有一个 集体的胃 它们通过化学信号 如果是蜜蜂 就通过 人们所共知的蜂蜂 来互通情报 这些手段十分有效 以致 整个集体行动时 好像是一个 基本的生物单位 具有自己的神经 和感觉器官 它们好像 能够通过 身体的免疫反应系统 所产生的选择性那样 识别 并驱逐外来的入侵者 虽然 蜜蜂不是温血动物 但是蜂房内 相当高的温度 几乎像人体那样 可以得到精确的调节 最后 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 这种类比 可以引申到 蜜蜂的生殖方面 在群居昆虫的生物群落里 大多数的生物个体 是终身不育的 职业昆虫 种系 也就是 Germline 不朽基因的延续线 贯穿在少数个体 及有生殖能力的 生物个体内 它们 就和我们的 经巢和卵巢里的 生殖细胞类似 而那些不生育的职业昆虫 就和我们的肝脏 肌肉 和神经细胞 类似 只要我们接受了 职业昆虫 都是不能生育的 这个事实 我们就不会对 昆虫的自杀性行为 以及 其他形式的利他 或合作性行为 感到 那么令人惊讶了 一只正常动物的躯体 之所以受到基因的操纵 就是为了 要生育后代 以及 抚养拥有 同样基因的 其他个体 以保证其基因 得以生存下去 为了其他个体的利益 而自杀 和今后生育 自己的后代两者 是不能一致的 因此 自杀性的 自我牺牲行为 很少进化 公蜂 从不生育 自己的后代 他们的全部经历 都用于照顾 不属于自己 后代的亲属 从而保存了 自己的基因 一只不遇 公蜂的死亡 对其他基因的影响 如同秋天一棵树 落下的一片树叶 所产生的 对树干基因的影响 一样 群居昆虫的行为 常使人情不自禁地 感到万分神秘 因而 都要故弄玄虚一番 其实 并无此必要 但是 研究一下 自私基因的理论 怎样应用于群居昆虫 还是值得的 尤其是 怎样用这一理论 解释 职业昆虫不育性 这个不平凡现象的 进化起源 这一现象 似乎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个群居昆虫的群落 就是一个大家庭 其所有成员 通常为一母所剩 职业昆虫 很少或从来不繁殖 一般 分成若干明显的等级 其中包括 大虫 小虫 冰虫 以及一些 高度专业化的等级 如 前述的 蜜罐引 等等 有生殖能力的 雌性昆虫 叫女王 她们 不干任何其他事情 在繁殖后代这方面 她们却是 干得异常出色的 女王们 依靠职业昆虫 为她们提供食物和保护 职业昆虫 也负责 照管幼虫 在某些蚂蚁 或白蚁的种群中 女王 简直成了一座 庞大的产卵工厂 其躯体 经常比普通的职业昆虫 大几百倍 自己几乎不能动的 其外形 简直不像一只昆虫 女王 经常受到 职业昆虫的照料 她们满足女王 在日常生活中的 所有的需要 包括提供食粮 并把女王 所产的卵子 源源不断地 运到集体托儿所中 这样一只 大的异常的女王 如果需要离开内室 她就得趴起在 好几对工蚁背上 让它们 庄严堂皇地 扛着出去 在第七章 我们谈论过 生物的生育和抚养 之间的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 任何把生育和抚养 结合在一起的策略 都是能够得以进化的 在第五章 我们看到 在进化上 稳定地混合的策略 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一 是生物种群中 每一个个体 都采取混合策略 这样的生物个体 往往能够明智地 把生育与抚养 结合在一起 二 是生物种群 分成两种 不同类型的个体 以及我们最初设想的 鹰与鸽子之间 取得平衡的情况 按照第二种方式 取得生育与抚养 两者在进化上的 稳定平衡 在理论上 是说得通的 即生物种群 可以分为 生育者和抚养者 两大部分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 生物才能保持 进化上的稳定状态 即生物被抚养者 必须是 抚养者的近亲 其近亲程度 至少要像 抚养者自己的 后代那样亲 假设它有的话 尽管在理论上说 进化可以 沿着这个方向进行 实际上 似乎只有在群居昆虫中 才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群居昆虫的个体 也分为两大类 生育者和抚养者 生育者是有生殖力的 雄性昆虫 及雌性昆虫 抚养者是职业昆虫 如白蚁中的 不遇雄蚁 及雌蚁 其他群居昆虫中的 不遇雌虫 两大昆虫 互不干扰 因此能够更有效地 完成自己的任务 人们要问 这里所谓的有效 是指对谁有效呢 职业昆虫 究竟从中 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个人们熟悉的问题 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学说 提出的挑战 有人可能回答说 什么都没有 他们认为 昆虫女王至高无上 平日移植气使 通过化学过程 操纵职业昆虫 来满足其私欲 驱使它们 抚养其众多的子女 我们已经在第八章 看到过 亚历山大的 亲代操纵理论 上面讲的 其实就是这种理论的 另外一种提法 一个与此相反的提法是 职业昆虫 耕耘 有生殖力的母体 驱使母体 提高其生殖力 以复制职业昆虫的基因 女王制造出来的生存机器 肯定不是职业昆虫的后代 但它们 都是职业昆虫的近亲 汉密尔顿 有一个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 至少在蚂蚁 蜜蜂和黄蜂的群体中 职业昆虫 同幼虫的亲缘关系 实际上 可能比女王 同幼虫的关系更密切 汉密尔顿和后来的 崔福斯和黑尔等 以这种观点为指导 继续前进 终于在自私基因理论方面 取得了一项最辉煌的成就 他们的推理过程 是这样的 包括蚂蚁 蜜蜂和黄蜂在内的 名为魔赤木的昆虫群体 具有一种十分奇特的 决定性别的体系 白蚁不属于这种群体 婴儿并没有这种特性 在一个典型的 魔赤木昆虫的巢穴里 只有一个成熟的女王 她在年轻时 飞出去交配一次 然后将精子储存在体内 以备在漫长的余生中 十年或者更长 随时取用 她年复一年的将精子 分配给卵子 使卵子在通过输卵管时受精 并不是所有的卵子 都能够受精 没有受精的卵子 最后变成了熊虫 因此熊虫 是没有父亲的昆虫 它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只有一组全部来自母体的染色体 人体内则有两组染色体 一组来自腹体 一组来自母体 按照我们在第三章里的类比说法 一只雄性魔赤木昆虫 在它的每一个细胞里 都只有一圈的一份拷贝 而不是通常的两份拷贝 另一方面 魔赤木雌性昆虫 却是正常的 因为它有父亲 而且在它的每一个体细胞里 都有通常的两组染色体 一只雌性昆虫 是成长为职业昆虫 还是女王 并不取决于它的基因 而是取决于它的成长过程 换句话说 每一只雌性昆虫 都有一组完整的 成为女王的基因 和一组完整的 成为职业昆虫的基因 到底哪一组基因 起决定性作用 取决于它的生活方式 尤其取决于 它摄取的食物 尽管实际情况复杂得很 但是基本情况大致如此 我们不知道 这种奇特的有性生殖系统 是怎么进化来的 毫无疑问 这种生物进化现象 必然是出有因 我们只能暂时把它作为一种 摩赤木昆虫的 难以理解的现象 不管原来的理由是什么 这种奇特的现象 扰乱了我们 计算亲缘关系指数 那一套辩解的方法 这说明雄性昆虫的精子 不像我们人类的精子那样 每一条都是不同的 而是完全一样的 雄性昆虫的每一个体细胞 仅有一组基因 而不是两组 因此 每一条精子 必须接受完整的一组基因 而不是部分的50% 所以 就一只具体的雄性昆虫来说 它的全部精子 都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 让我们计算一下 这种昆虫的母子关系之间的 亲缘关系指数 如果 已知一只雄性昆虫体内 有基因A 那么 它母亲体内 也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 是多少呢 答案 肯定是百分之百 因为雄性昆虫 没有父亲 它全部基因 都来自其母亲 现在 假定一只 雌性昆虫体内 有基因B 他儿子 也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 是百分之五十 因为 他只接受了 他母亲的一半的基因 听起来 这种说法 好像自相矛盾 实际上 并不矛盾 雄性昆虫的 所有基因 都是来自母亲的 而母亲 仅把自己的一半基因 传给了儿子 这个 阳谬的答案在于 雄性昆虫体内的 基因的数量 仅是通常的一半 那么 它们之间的 真正的亲缘关系指数 是二分之一呢 还是一呢 我认为 没有必要 为这个问题 去伤脑筋 指数 不过是人们 为了解决问题 而设想的 一个计量单位 如果在特殊情况下 它的运用 为我们带来困难 我们就干脆 放弃它 而重新采用 新的基本原则 从雌性昆虫体内 基因A的观点来看 他儿子 也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 是二分之一 数量 和他女儿一样 因此 从雌性昆虫的 观点来看 他同其子女的 亲缘关系 同我们人类的子女 同母亲的亲缘关系 一样密切 但是 当我们谈论到 姊妹关系时 情况 就变得十分复杂了 同胞姐妹 不仅出自 同一个父亲 而且 他们的母体受孕的 两条精子的 每一个基因 都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 就那个 来自 附体的基因而言 姐妹 和同卵 孪生姐妹一样 如果 一只雌性昆虫体内 有基因A 这个基因 必然是来自 附体或母体 如果这个基因 来自母体 那么 她的姐妹 也有这个基因的机会 就是百分之五十 但 如果这个基因 来自附体 那么 她的姐妹 也有这个基因的机会 竟然是百分之百 因此 摩赤木昆虫的 同胞姐妹之间的 亲缘关系指数 不是二分之一 而是 四分之三 因此 摩赤木 雌性昆虫 同她的同胞 姐妹的亲缘关系 比她 同自己的子女 更加密切 汉密尔顿 认识到了这一点 尽管这一亲缘关系 当时 并没有完全可能 促使 雌性昆虫 把她的母亲 当作一架 有效地 为她生育 姐妹的机器 而加以利用 这种 为雌性昆虫 生育姐妹的基因 比直接生育 自己子女的基因 更能迅速地 复制自己的拷贝 职业昆虫的 不育性 由此形成 摩赤木昆虫的 真正群居性 以及 随之出现的 职业昆虫的 不育性 似乎独立地 进化了 许多次以上 而在动物界的 其余部分中 只有在白蚁身上 进化过一次 想一想 这也并不是 什么偶然的 不过 这里面 还有奥妙 和蹊跷 如果 职业昆虫 要成功地 把她们的母亲 当作 生育姐妹的机器 而加以利用 她们 就必须 遏制其母亲 为其生育 相同数量的 小弟弟的 自然倾向 从职业昆虫的 观点来看 她任何一个 兄弟的体内 有她的某一个 基因的机会 只有四分之一 因此 如果 雌性昆虫 得以生育 同等数量的 有生育力的子女 这样 未必对 职业昆虫有利 因为这样 它们就不可能 最大限度地繁殖 它们的宝贵基因 崔福斯和黑尔认为 职业昆虫 必然会努力 影响性别比例程度 使之 有利于雌性昆虫 它们把费希尔的 有关最适当的 性比率的计算方法 运用到 摩赤木昆虫的 特殊情况中 重新进行了计算 结果表明 从母体而言 最适合的投资比率 跟通常一样 是一比一 但就姐妹而言 最适宜的比率 则是三比一 有利于姐妹 而不利于兄弟 如果你是一只 摩赤木雌性昆虫 你繁殖自己基因的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自己不繁殖 而是让你母亲 为你生育 有生育能力的姐妹和兄弟 两者的比例 是三比一 但是 如果你一定要 繁殖自己的后代 那么 你就生育 树木相同的 有生育能力的 儿子和女儿 这样 对你的基因 最有利 在上面 我们已经看到 女王和职业昆虫之间的区别 不在于遗传因素 对一只雌性昆虫 胚胎的基因而言 她既可以成为 职业昆虫 也可以成为女王 前者希望的性比率 是三比一 而后者希望的性比率 是一比一 希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 如果女王生育 同等比例的 有生育能力的 儿子和女儿 那么 她体内的基因 就能够最好的 繁殖自己 但是 对于 存在于 职业昆虫体内的 同一个基因来说 如果能够影响 这个职业昆虫的母亲 使之 多生育一些女儿 这个基因 就能最好的 繁殖自己 要知道 这种说法 并无矛盾之处 因为 基因 必须充分利用 可供其利用的 一切力量 这里 主要有两种方式 其一 是 如果这个基因 能够影响一个 日后 肯定要变为 女王的个体 成长过程 它利用 这种 控制力量的 最佳方式 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它 能够影响一个 职业昆虫 个体成长的过程 它利用的 将是 另外的 一种最佳方式 这就意味着 如何利用 这架生存机器的方式 引起了 双方的厉害冲突 女王 努力生育 同等比例的 雄性昆虫 和雌性昆虫 职业昆虫 则努力影响 这些 有生育能力的 后代的 性别比率 使之 形成三雌 一雄的比例 如果 我们这个 有关职业昆虫 利用女王 作为生育机器的 设想 正确的话 职业昆虫 应该能够使 昆虫的 雌雄比例 达到三比一 否则 如果女王 果真拥有 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职业昆虫 不过是 女王的奴隶 和为命适从的 王室托儿所的保姆 那么 我们看到 雌雄比例 应该是 一比一 因为 这是女王 很想实现的 一个比率 在这样一场 世代之间的 特殊争斗中 哪一方 能取胜呢 这个问题 可以用实验 来证明 崔福斯和黑尔 两个 就曾利用 大量的 蚂蚁物种 进行过 这种实验 我们真正 感兴趣的 性比率 是有生殖能力的 雄性昆虫 同雌性昆虫的 比率 在崔福斯 和黑尔的实验中 这是一些 体型大 有翅膀的蚂蚁 每隔一段时间 它们就成群结队 从蚁学飞出去 进行交配 随后 年轻的女王 可能还要 另外组织 新的蚁群 为了估计 性别比率 有必要 对这些 带翅膀的 生物个体 进行计数 要知道 在许多物种中 有生殖能力的 雄性昆虫和 雌性昆虫 大小个头 十分悬殊 这种情况 使问题 更加复杂 因为 我们在上一章里 已经看到 费希尔 有关最适合 性别比率的 计算方法 只能严格地应用于 对雌雄昆虫 进行的投资额 而不能用来计算 雌雄昆虫的数目 崔福斯和黑尔 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因此 在实验时 对蚂蚁 进行了过半 他们使用了 二十个不同的 蚂蚁物种 并按 对有生殖能力的 雄虫和雌虫的 投资额 计算性比例 他们发现 雌雄比例 令人信服地 接近于 三比一 从而证实了 职业昆虫 为其自身利益 而实际上 操控一切的理论 这样 在作为研究对象的 那几种蚂蚁中 公蚁 好像是在 这种厉害冲突中 取胜了 这种情况 原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职业昆虫个体 作为幼虫的守护者 自然比女王 享有更多的实权 试图通过女王 来操纵整个群体的基因 抵挡不过那些 通过职业昆虫个体 操控整个群体的基因 有趣的是 在哪些特殊情况下 女王可以享有 比职业昆虫 更大的实权呢 崔福斯和黑尔发现 可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严格地验证一下 这个理论 我们知道 某些物种的蚂蚁 会豢养奴隶 这些一时奴隶的蚂蚁 要么不干任何日常工作 要么就是干起活来 也是笨手笨脚的 它们却善于 为捕捉奴隶 而四处出击 这种两军对垒 相互厮杀的情况 只见于人类和群居昆虫 在许多蚂蚁物种中 有所谓的兵蚁 这一特殊等级 它们具有特别坚硬 发达的上下额 是进行搏斗的力气 它们专门为自己群体的利益 而进攻其他乙群 这种旨在捕捉奴隶的袭击 只不过是它们战争 努力中一种特殊的形式 它们向另一个物种的乙穴 发动攻击 试图杀死对方 进行自卫的公义或兵乙 最后 掳走对方的 尚未孵化的幼虫 这些幼虫 在掠夺者的语学中孵化 它们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变成奴隶 它们按照固有的神经程序 开始工作 完全像在自己的语学里一样 执行职责 这些奴隶 待在语学里 包办了管理语学 清洁卫生 搜集粮食 照顾幼虫等各种日常工作 而那些专门捕捉奴隶的公乙或兵乙 则继续出征 以掳掠更多的奴隶 当然 这些奴隶并不知道 它们同女王 以及它们照料的幼虫 完全没有情缘关系 这是一件好事 它们不知不觉地 抚养着一批又一批 新的捕捉来的奴隶兵乙 自然选择 在影响奴隶物种的基因时 无疑有利于各种反奴隶制度的适应能力 不过 这些适应能力 显然并不十分有效 因为奴隶制度 是一种普遍现象 从我们目前论题的观点来看 奴隶制度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后果 在捕捉奴隶的物种中 女王现在可以使性别比率 朝着她喜欢的方向发展 这是因为 她自己所生的子女 及那些专门捕捉奴隶的蚂蚁 不再享有观利托儿所的实权 这种实权 现在操在奴隶的手中 这些奴隶以为 她们在照顾自己的骨肉兄弟或姐妹 她们所做的 大抵无异于 她们本来在自己学里 也同样要做的一切 以实现她们希望达到的 有利于姐妹的三比一比例 但是 专门掳掠奴隶物种的女王 能够采取种种相反的措施 成功地扭转这种趋势 对奴隶起作用的自然选择 不能抵消这些相反的措施 因为这些奴隶同幼虫 并无亲缘关系 让我们举个例子 来说明这种情况吧 假定 在任何一个蚂蚁物种中 女王试图把雄性卵子 加以伪装 使其闻起来像雌性的卵子 在正常情况下 自然选择对公蚁 识破这种伪装的任何倾向 都是有利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场 生物进化上的斗争的情景 女王为了实现其目的 不断改变其密码 而公蚁不断进行破译 在这场斗争中 谁能通过 有生之能力的个体 把自己的基因 传递到后代体内的数量 越多 谁就越能取胜 我们上面已经看到 在正常情况下 公蚁总是取胜的一方 但在一个 豢养奴隶的物种中 女王可以改变其密码 而奴隶公蚁 却不能发展 任何破译密码的能力 这是因为奴隶公蚁体内的 任何一个 有破译能力的基因 并不存在于 任何有生殖能力的 生物个体的体内 因此不能遗传下去 有生殖能力的生物个体 全都是属于 豢养奴隶的物种 它们同女王 而不是同奴隶 有亲缘关系 即使奴隶的基因 有可能进入任何 有生殖能力的个体体内 这些个体 也是来自那些 被掳掠的奴隶的老家 因此 这些奴隶最多 只能忙于 对另一套密码 进行破译 由于这个缘故 在一个 豢养奴隶的物种中 女王 因为可以随心所欲的 更改其密码 而吻操胜券 绝对没有 让任何 有破译能力的基因 进入下一代的风险 从上面这段 比较复杂的论证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应该估计到 在豢养奴隶的物种中 繁殖有能力的 雌虫和雄虫的比率 是一比一 而不是三比一 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女王能够如愿以偿 这就是崔福斯和黑尔 在紧紧观察过 两个豢养奴隶的物种后 得出的结论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 在上面的一切 都是按照理想方式 进行叙述的 实际生活并非如此简单 例如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 群居昆虫物种 蜜蜂 似乎是完全违反常情的 雄蜂的数量 大大超过雌蜂 无论从攻蜂 或从蜂后的观点来看 这种现象 都是难以解释的 为了揭开这个谜 汉米尔顿提出了一个 可能正确的答案 他指出 当一只女王 飞离蜂房时 他总要带走 一大群随虫的公蜂 他们将帮助这只女王 建立起一个 新的蜜蜂群体 这些公蜂 从此不再返回老家 因此 抚养这些公蜂的代价 应该算是 繁殖成本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说 从蜂房 每飞走一只女王 就必须培育 许多额外的公蜂 来补缺 对这些额外公蜂 所进行的投资 应算作 对有生之能力 雌蜂的投资的一部分 在计算性别比率的时候 这些额外的公蜂 也应该在天平上 称分量 以求出 雌蜂对雄蜂的比例 如果我们这样 理解问题的话 这个理论 毕竟还是能够 站得住脚的 还有另外一个 更加棘手的问题 需要这个精巧的理论 加以解决 在一些蜜蜂物种中 年轻的女王 飞出去交配时 与之交配的雄蜂 可能不止一只 这就意味着 女王所生育的儿女之间的 亲缘关系 平均指数 小于四分之三 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 甚至可能 接近四分之一 有人把这种现象 解释为 女王建议打击 公蜂的 一种巧妙的手段 不过 这种看法 似乎不太合乎逻辑 顺便说一句 这似乎意味着 女王飞出去交配时 公蜂 应该伴随左右 只是让女王 与雄蜂交配一次 可这样做 对这些公蜂本身的基因 并没有任何好处 只是对下一代公蜂的基因 有好处 每只公蜂念念不忘的 是她自己的基因 有些公蜂 本来是愿意陪伴其母亲的 但是 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 她们当时还没有出生 一只飞出去交配的 年轻女王 是这一代公蜂的姐妹 而不是她们的母亲 因此 这一代公蜂 是站在女王这一边 而不是站在 下一代公蜂那一边的 下一代公蜂 是她们的侄女辈 好了 说到这里 你我都开始感到 有点晕头转向 是该结束 这个话题的时候了 第十章 欺软 怕硬 第三部分 在描述摩赤木 职业昆虫 对其母亲的行为时 我们使用了 耕耘 这个比喻 这里的一块田地 就是基因田 职业昆虫 利用它们的母亲 生产它们自身的 基因的拷贝 因为这样 比职业昆虫 自己从事这项工作 更富有成效 源源不断的基因 从这条生产流水线上 生产出来 包装这些基因的 就是成为 有生殖能力的 生物个体 这种耕耘的比喻 不应该与 群居昆虫的 另外一种 可以称为 耕耘的行动 混为一谈 群居昆虫 发现在固定的地方 耕种粮食作物 比狩猎 或搜集粮食 有效得多 人类 却是在很久之后 才发现这个真理 例如 在南美洲 有好几个蚂蚁物种 以及与这些物种 完全无关的 非洲白蚁 都能够培植 菌类种植园 其中最有名的是 南美洲的羊散蚁 这种蚂蚁的繁殖能力 特别强 有人发现 有的蚂蚁群体 其个体 竟然超过 二百万个之多 它们 住学于地下 复杂的 咏道和长廊 四同八大 深达十英尺以上 挖出的泥土 多达四十多吨 地下室内 设有菌类种植园 这种蚂蚁 有意识地 播种一种 特殊品种的菌类 它们把树叶嚼碎 作为特殊的混合肥料 进行施肥 这样 它们的公椅 就不必直接搜寻粮食 只要搜集 制肥用的树叶 就行了 这种群体的羊散蚁 吃树叶的胃口 大得惊人 这样 它们就成为一种 主要的经济作物的害处 但是树叶并不是它们的食粮 而是它们的菌类的食粮 菌类成熟后 它们收获食用 并用以饲养幼虫 菌类比蚂蚁的胃 更能有效地消化吸收 树叶里的物质 因此 蚂蚁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 而受益 虽然菌类最后要被吃掉 但是它们本身也得到了好处 因为蚂蚁促使它们增值 比它们自己的包子分散机制 更有效 而这些蚂蚁 也为种植园除草 悉心照料 不让其他品种的菌类 混迹其间 由于没有其他种类与之竞争 蚂蚁自己培植的菌类 得以繁殖 我们可以说 在蚂蚁和菌类之间 存在某种利他行为的相互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这些蚂蚁完全无关的一些 白蚁物种中 也独立地形成了一种 非常相似的培养菌类的制度 蚂蚁还有自己的家畜 和自己的农作物 牙虫 包括绿芽虫和类似的昆虫 善于瞬息植物中的枝叶 它们非常灵巧地把叶脉上的枝叶 瞬息干净 但是消化吸收这种枝叶的效率 却远没有瞬息时的效率高 因此 它们排泄出 仍含有部分营养价值的液体 一滴一滴含量丰富的蜜汁 从牙虫的后部分泌出来 速度非常之快 有时 每一个牙虫 在一小时内就能分泌出超过其自身体重的蜜汁 在一般情况下 蜜汁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地面上 简直和旧约全书里提到的天赐灵粮一样 这时 有好几个物种的蚂蚁会等在那里 准备截获牙虫排除的食量 这些蚂蚁还会用触脚或腿 抚摸牙虫的臀部来挤奶 牙虫也做出积极反应 有时故意不排除枝叶 等到蚂蚁抚摸时 才让枝叶滴下 如果那只蚂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 牙虫有时甚至会把一滴汁叶缩回体内 有人认为 一些牙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 其臀部经过演化 已经取得了与蚂蚁脸部相像的外形 抚摸起来的感觉 也和抚摸蚂蚁的脸部一样 牙虫从这种相互关系中得到了好处 显然 这种相互合作 保证了牙虫的安全 不受其天敌的攻击 就像我们牧场里的乳牛一样 它们过着一种受到庇护的生活 由于牙虫经常受到蚁群的照料 它已经丧失了正常的自卫手段 有的蚂蚁把牙虫的卵子 带回到地下蚁穴 妥善照顾 并饲养牙虫的幼虫 最后 幼虫长大后 又轻轻地把它们送到地面上 那受到蚁群保护的放牧场里 不同物种成员之间的互惠关系 叫做互利共生现象 不同物种成员往往能够相互提供许多帮助 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各自不同的技能 为合作关系做出贡献 这种不同的技能能够导致相互合作的进化上的稳定策略 牙虫天生一副适宜于水溪植物汁液的口气结构 但这种口气结构不利于自慰 蚂蚁不善于水溪植物的汁液 但它们却善于战斗 照料和庇护牙虫的蚂蚁基因 在基因库中一贯处于有利地位 而在牙虫的基因库中 促进牙虫与蚂蚁合作的基因 也一贯处于有利地位 在动物界 互利共生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表面上看起来 第一同任何其他植物个体是一样的 实际上它却是菌类和绿藻之间 相互关系密切的共生体 两者相依为命 分开就不能生存 要是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 再稍微密切那么一点 我们就不能再说 第一是由两种机体组成的 也许世界上存在一些 我们还没有辨认出来的 有两个或多个有机体组成的共生体 说不定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吧 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里存在着许多可以称为线粒的威力 这些线粒体就是化学工厂 负责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能量 如果离开线粒体 要不了几秒钟 我们就要死亡 最近 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 认为 细胞中线粒体 原来是共生为生物 是在生物进化的早期 同我们这种类型的细胞结合在一起的 对我们体内细胞中的其他一些生物威力 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对诸如此类的革命性论点 人们需要有一段认识的过程 但是现在已到了认真考虑这种论点的时候了 估计我们最终将接受这样一个更加激进的论点 即我们的每一个基因都是一个共生的单位 我们自己就是庞大的共生基因的群体 当然 现在还谈不上有无证实这种论点的证据 正如我们在上几章中已经试图说明的那样 我们对两性物种中基因如何运作的看法 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 它本身可能就是脱离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基因 病毒纯粹由DNA所组成 外面包裹着一层蛋白质 它们是寄生的 最新的说法认为 病毒是从生物体中逃离群体的叛逆基因演化而来 它们在今天通过空气直接从一个生物个体 转到另外一个生物个体 而不是借助于更寻常的运载工具 精子和卵子从一个生物个体转到另一个生物个体 一些是普通的基因 其他一些是寄生 它们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 从一个生物个体转到另一个生物个体 如果寄生的DNA通过精子和卵子转到另一个生物个体 它也许就是我们在第三章里提到的那种属于阳谬性质的 多余的DNA 如果寄生的DNA通过空气或其他直接途径 转到另一个生物个体 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病毒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以后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 是发生在更高一级关系上的共生现象 即多细胞有机体之间的 而并非是它们内部的共生现象 按照传统看法 共生现象是隶属于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联盟关系 不过我们既然已经避开了物种利益的进化观点 就没有理由再认为 隶属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联系 和隶属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联系 有什么不同 一般的说 如果各方从联盟关系中获得的东西 比付出的东西多 这种互利的联盟关系是能够进化的 不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群猎狗中的个体 或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个体 如蚂蚁和牙虫 或者蜜蜂和花朵 这一原则都普遍使用 事实上 想要把确实是双向的互利关系 和纯粹的单方面的利用 区别开来 可能是困难的 如果相互联盟的双方 如同结成第一的两方那样 在提供了有利于对方的东西的同时 接受对方提供的有利于自身的东西 那我们对于这种互利的联盟关系的生物进化理论 就很容易理解和想象了 如果一方失会于对方后 对方却迟迟不报答 那就要发生问题 这是因为对方在接受恩惠之后 可能会变卦 到时候拒不报答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耐人寻味的 值得我们详细探讨 我们认为 用一个假设的例子 来说明这一问题是最好的办法 假设 有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扁尸 寄生在某一种小鸟身上 而这种扁尸又带来某种危险的病菌 必须尽早消灭这些扁尸 一般情况下 小鸟只要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 就能够把扁尸剔除掉 可是有一个地方 鸟嘴达不到 即它的头顶 对人类来说 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一个生物个体 可能接触不到自己的头顶 请朋友代劳一下 是毫不费事的 如果这个朋友 以后也受到寄生虫的折磨 这时 它也可以回报一下 事实上 在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中 相互梳理整饰羽毛的行为 是十分普遍的 这种情况 在直觉上看来是很有道理的事 生物个体之间 做出互惠方便的行动 是一种明智的办法 任何具有自觉 预见能力的人 都能看到这一点 但是 我们已经学会 应该对那些 凭直觉看起来是明智 和有道理的现象 保持高度的警觉 基因 并没有预见能力 对于相互帮助行为 或相互利他行为中 做些好事 与等待报答之间 间隔一段时间 这种现象 自私基因的理论 怎么能够解释呢 威廉斯 在他1966年出版的图书中 扼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些在前面已经设计过 他得出的结论 和达尔文理论一样 即 延迟的相互利他行为 在其生物个体 能够相互识别 并记忆的物种中 是可以进化的 崔福斯在1971年 对这一问题 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当他进行 有关方面的写作时 还没有看到 史密斯提出的 有关生物进化上 关于稳定策略的概念 如果他那时 已经看到的话 估计他是会加以利用的 因为这个概念 很自然地 表达了他的思想 他提到囚犯的困境 博弈论中 一个人们特别喜爱的难题 这就说明 他当时的思路 和史密斯的 已经有很多 不谋而合之处了 假设 B头上有一只寄生虫 A为它剔除掉 不久以后 A头上也有了寄生虫 A当然去找B 希望B也为它剔除掉 作为报答 结果B 嗤之以鼻 掉头就走 B 是个骗子 这种骗子 接受了别人的恩惠 并不感恩图报 或者即使有所报答 做得也相当不够 与那些不问青红皂白的 利他行为者相比 骗子们的收获要大 因为他不需花费任何代价 就得到了实惠 当然 别人为我剔除掉危险的寄生虫 是一件大好事 我为别人梳理整饰一下头部 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但是 做这些事 毕竟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还是要花费一些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的 假设一个生物种群中的个体 采取两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 与史密斯所做的分析一样 我们这里所说的策略 不是指有意识的策略 而是指基因安排的 无意识的行为程序 我们姑且把这两种策略 分别称为傻瓜策略和骗子策略 傻瓜可以为任何人梳理整饰头部 而不问对象是谁 只要对方有需要 骗子只接受傻瓜的利他行为 但却不为别人服务 即使其他人以前为他整饰过头部 也不予报答 像鹰和鸽子的例子那样 我们随意决定一些计算得失的分数 至于准确的价值是多少 那是无关紧要的 只要被整饰者得到的好处 大于整饰者花费的代价 就可以了 在寄生虫猖獗的情况下 一个傻瓜种群中的任何一个傻瓜 都可以指望别人为他整饰的次数 与他为别人整饰的次数大约相等 因此在傻瓜种群中 任何一个傻瓜的平均得分是正数 事实上这些傻瓜都干得很出色 傻瓜这个称号看起来 似乎对他们不太适合 现在假设种群中出现了一个骗子 由于他只是唯一的一个骗子手 他可以指望别人都为他效劳 而他从不报答别人给他的好处 他的平均得分 因而比任何一个傻瓜都要高 骗子基因就会在生物种群中 开始扩散开来 傻瓜基因很快就要被挤掉 这是因为骗子总归胜过傻瓜 不管他们在种群中的比例如何 假如说 生物种群里傻瓜和骗子各占一半 在这样的种群里 傻瓜和骗子的平均得分 都抵律于全部是傻瓜组成的 其他种群的好处 因为骗子只管捞好处 而从不付任何代价 所不同的只是 这些好处有时多些 有时少些而已 当生物种群内 骗子所占的比例达到90%时 所有生物个体的平均得分 已经变得很低 不管骗子也好 傻瓜也好 他们很多因患贬尸 所带来的传染病而死亡 即使是这样 骗子还是比傻瓜合算 哪怕整个生物种群都宾于灭绝 傻瓜的情况 永远不会好过骗子 因此 如果我们考虑的只限于两种策略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阻止傻瓜的灭绝 而且整个生物种群 大概也难逃覆灭的厄运 现在 让我们假设 还有第三种 成为小气鬼的策略 小气鬼 愿意为 没有打过交道的个体 整理 装饰 而且 为它整饰过的个体 它更不忘记报答 可是 哪一个骗了它 它就要牢记再心 以后 再不肯为这个骗子服务 在一个 由小气鬼和傻瓜 组成的生物种群中 前者和后者 混在一起 难以分辨 两者 都为别人做好事 两者的平均得分 都同样的高 而在一个骗子 也不会上第二次当了 如果小气鬼 一旦能够使自己的队伍 扩大到一定比例 他遇到自己人的机会 就会越来越大 甚至足以抵消 他们为骗子效劳 而浪费的精力 在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后 他们的平均得分 就比骗子高 从而加速骗子的灭亡 当骗子尚未全部灭绝之前 他们灭亡的速度 会缓慢下来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成为少数派 这是因为 对已经为数很少的骗子来说 他们再度碰上 同一个小气鬼的机会 很小 因此 这一物种中 对某一个骗子 怀恨在心的个体 是不多的 我们在描述 动物的几种策略时 好像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只凭直觉 就可以预期到情况 如何发展 其实 这一切 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避免出差错 我们在计算机上 模拟了整个事物发展的过程 证实这种直觉 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证明 小气鬼的策略 是一种 生物进化上的稳定策略 小气鬼 由于骗子或傻瓜 因为 在小气鬼占多数的种群中 骗子或傻瓜 都难以逞强 不过 骗子 也是ESS 因为在骗子 占大多数的种群中 小气鬼和傻瓜 也难以逞强 一个生物种群 可以处于两个ESS中的 任何一个状态 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 生物种群的 这两个ESS 可能交替取得优势 按照计算得分的确切价值 这两种稳定状态中的一种 具有一个较大的引力区 因此 这种稳定状态 因而易于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一个骗子的种群 可能比一个小气鬼的种群 更易于灭绝 但这并不影响前者ESS 所处的地位 如果一个生物种群 所处的ESS地位 最终 还是驱使它 走向灭绝的道路 那么遗憾得很 它舍此别无他途 观看计算机进行模拟 是很有意思的 开始模拟时 傻瓜占大多数 小气鬼占少数 但是正好在临界频率之上 骗子也属于少数 与小气鬼的比例相仿 骗子对傻瓜 进行无情剥削 首先在傻瓜种群中 触发了剧烈的崩溃 骗子的激增 随着最后一个傻瓜的死去 而达到高峰 这时骗子还要应付小气鬼 在傻瓜急剧减少时 小气鬼在日益取得优势的 骗子的打击下 也缓缓地减少 但仍能勉强地维持下去 在最后一个傻瓜死去之后 骗子不再能够跟以前一样 那么随心所欲地 进行自私的剥削 小气鬼在抗拒骗子剥削的情况下 开始缓慢地增长 并逐渐取得稳步上升的势头 接着 小气鬼突然激增 骗子从此处于劣势 并逐渐接近灭绝的边缘 由于处于少数派的有利地位 同时因受到小气鬼怀恨的机会 相对的减少 骗子这时得以苟延残喘 不过骗子的负面是不可挽回的 他们最终慢慢地相继死去 留下小气鬼独占整个种群 说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在最初的阶段 傻瓜的存在实际上威胁到了小气鬼的生存 因为傻瓜的存在带来了骗子的短暂繁荣 附带地说一句 在我假设的关于动物不进行相互整事的例子中 所提到的危险性并不是虚构的 老鼠在处于隔绝状态时 往往在舌头舔不到的头部长出浓疮 有一些试验表明 群居的老鼠则没有这种毛病 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舔对方的头部 为了证实相互利他行为的理论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进行有趣的实验 而老鼠似乎又是适合于这种实验的对象 崔福斯讨论过清扫鱼奇怪的共生现象 一支有50种清扫鱼 其中包括小鱼和小虾 依靠为其他物种的大鱼 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来维持生活 大鱼显然因为有人代劳 为它们做清洁工作而得到好处 而清扫鱼同时也可从中获得大量食物 这样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 在许多情况下 大鱼张开大嘴 让清扫鱼游入其中为它们剃牙 然后通过鱼塞游出 顺便把鱼塞也打扫干净 有人认为狡猾的大鱼 完全可以等清扫鱼打扫完毕之后 把它们吞掉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大鱼总是让清扫鱼游出 碰都不碰它们一下 显然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利他行为 因为大鱼平日吞食的 小鱼小虾和清扫鱼一样大 清扫鱼具有特殊的条纹和特殊的五次 以作为清扫鱼的标记 大鱼往往不吃具有这种条纹特征的小鱼 也不吃以这样的五次接近它们的小鱼 相反 它们一动不动 就像进入了昏睡状态一样 让清扫鱼无拘无束地打扫它们的外部和内部 也有一些出于自私基因的秉性 不择手段的骗子 它们总是乘虚而入 还有一些其他小鱼活像清扫鱼 也学会了清扫鱼的舞姿 以便安全地接近大鱼 当大鱼进入它们预期的昏睡状态之后 这些骗子不是为大鱼清除寄生虫 而是狠狠地咬掉一大块鱼鳍 便掉头溜至大鸡 但是尽管骗子乘机捣乱 清扫鱼和它们为之服务的大鱼之间的关系 一般地说还是相当地融洽稳定 在珊瑚礁群落的日常生活中 清扫鱼的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每一条清扫鱼有其自己的领地 有人看见过 一些大鱼像理发店里排队等候理发的顾客一样 排着队伍等候清扫鱼 依次为它搞清洁卫生工作 这种坚持在固定地点活动的习性 可能就是延迟地相互利他行为形成的原因 大鱼能够一再会顾同一所理发店 而不必每次都要寻找新的清扫鱼 因此大鱼肯定感觉到这样做 比吃掉清扫鱼好处大 当然模仿清扫鱼的骗子 可能间接地危害到真正的清扫鱼的利益 因为这种欺骗行为产生了一些压力 迫使大鱼吃掉一些带有条纹的 具有清扫鱼那种五字的小鱼 而真正的清扫鱼坚持在固定地点营业 这样他们的顾客就能找上门来 同时又可以避开骗子 每当我们把相互利他行为的概念 运用于我们自己时 我们可以对这一概念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进行无穷无尽的耐人寻味的猜测 尽管我们也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可是我们的想象力并不比你们强多少 我们想还是让读者自己 以此自娱自乐吧